随着如今的生活水平在持续提升 现代的人们不再为温饱发愁了 所以很多人在平日里忙于工作 但到了节假日就选择出去旅游 毕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有的时候出去走一走 反而能有更大的收获 而且也可以开阔自己的视野 在众多的旅游景点当中 武当山是很多人的首选之地 一来名商大川大都风景优美 二来武当山是道教圣地 道教也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历史悠久 如今还有许多的人在信仰道教 所以选择在节假日游览圣地 也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此每到节假日武当山总是人满为患 在武当山曾经流传着许许多多的传说 还有人称看到过先人献身 但大多都无从考证 不过有一个传说却流传了很久 那就是武当山有一盏长明灯 从点燃到如今已经600多年了 还从来没有熄灭过 这让许多的人都感到不可思议 因为我们都知道 油灯是需要替换灯芯的 不可能一直燃烧下去 而只要是更换灯芯或者灯油 就有可能导致油灯熄灭 那么为什么武当山的这场长明灯 可以600年不熄灭呢 为此还有许多的专家 刻意赶到武当山进行调查研究 希望能够找到其中的秘密 然而专家们观察了很长的时间 依旧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 专家们甚至还对灯油和灯芯 进行了分析 但发现都是一些普通物件 专家们找到惯例的道士询问 道士却坚持说 这盏灯就是600年不灭 就在专家们为此抓破脑袋的时候 有一位游客说出了其中的原因 原来这位游客时常来武当山游玩 有一次他们看到了 道士们换灯的过程 其实很简单 道士们准备了两盏灯 在换灯的时候 将火引向另外一盏灯的灯芯上 就像是奥运会的火炬船地一样 就这样 这一盏长明灯上的火焰 保持了600年未曾熄灭 而不是我们平时所理解的那样 一盏灯燃烧了600年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请您点击一下 视频下方的关注按钮 我将每天为您带来 有趣的历史视频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您的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